大家好,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3時39分 租舖陷阱100個,這是第四 你要很留意,你會發覺站在深水埗的南昌街 是一個陰陽街,為什麼陰陽街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在這邊旺些人的地段,就是下週時段 租舖要很留意西斜,下週時段走這邊的街比較舒服 但是如果下週時段走對面的南昌街,就曬得死 西斜有三大問題會出現 一,因為西斜的話,假設是否從那邊走過來 通常會走一些沒有太陽曬的位置 如果你西斜的話,人流會減少 早上起床時,太陽曬著你,你走沒什麼所謂 但尤其是夏天下週,四、五、五時的時候 這些西斜的話,就曬得很厲害 第一,第二,很多時候那些舖像你看到這裡 什麼皮藝也好,有些旋風也好 他們自己弄一個旋風出來,會擋住整個門面 變成商鋪的時候,價值,廣告效應就會降低 你望去那邊的時候,也會有一些旋風在 三,始終如果你商鋪下週這些西斜位的時候 冷氣又會用得比較多些 另外,人手流失又可能會比較多些 貨物曬,分分鐘都比較容易曬壞了 所以一般來說,我買鋪都是的 一留意到,在下週不斷西斜曬著的時候 你看看對面的大廈的時候,剛好有些位置,可能太陽下出來 尤其是街下比較矮些 或者一附附附有個洞的話,一直曬著那些舖,我都不敢變 所以西斜,沒有西斜的話,分分鐘有西斜的話 你看到可能便宜些,但價值分分鐘是跌成三、四成的 由這裡的南昌街,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這邊比較西斜些,所以人口走比較少 那邊的時候,就走得比較舒服些 下週,人流便會比較聚些 就是租貨項,你要留意,不要貪便宜,西斜的話 西斜,西斜你的生意